你是我觸碰不到的風 醒不來的夢 大約一個月就是1083元 如果你交給酒店打理 你一會收拾一千多元的托管回來的話 等於說你不用給月工 景色非常漂亮 一旦看它 樓下就是剛才的一個 在沙灘旁邊的沙灘 這個王中海外的沙灘 然後操演機 操演機是全身的 好用的 然後廚房旁邊 操演一個小小的 這個樓下的空間是非常之大的 一個四方形的樓下 所以主要是安裝一個美的冷氣 整個單位的場面保養算是比較好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Sam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霞充的皇宮海岸 我們都知道 香港也有一個皇宮海岸 但是這個皇宮海岸 跟香港的皇宮海岸是不一樣的 因為這邊的環境 和這個皇宮海岸 是蓋住我們的信僚灣旅遊渡航區 對面就是我們的信僚灣旅遊渡航區 我之前也有用過這個 九明於海 對面這個金門街 我們之前也有用過這兩個樓下的樓下的信須 如果你粉絲對那邊的興趣 都會去輸送我們 我們會去傳影片給大家的 我們現在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皇宮海岸的一個沙灘這裡 這個沙灘就是我們政府規劃的一個旅遊區 前面就是我們皇宮海岸的一個正大門 那邊有一些泊車的地方 還有停車場 包括那邊的一些便利店 還有食飯的地方 然後換山的地方都有的 如果我們粉絲來這邊玩 就可以在這邊走 沙灘玩 同時我們看到這邊海邊有很多漁船 還有一些摩托艇 快艇 你可以坐這些快艇仔玩的 然後坐那些漁船吹海 去島上那邊玩的都可以的 那你也跟那個船長師傅聊天價錢才行的 好 那這邊有一個島 我們一會兒去上面也會看到這個島 這個島如果平常去潮之後 你走路走過去都可以的 那島上有些地方你去釣魚 或者去拍照是非常出片的 好 旁邊就是我們的烏山小腳灣那邊的 然後走這個烏山小腳灣的路道 一路走到我們神力潭湯和小腳灣那邊的 我們現在看過這些樓座 就是神力潭湯的樓座 維港半島和維港灣都在這邊的 我之前也要拍過那邊 需要的話可以輸送我們 好 那我們再說一下 現在這邊的黃金海岸的交通配套 你如果想來到這個黃金海岸 過了關要怎樣過來 第一個方式就是坐我們京橋巴士 因為京橋加進市是神力潭湯的 那你去直接坐車到神力潭湯落車 落到京橋巴士之後 再轉回公共交通系統的公共巴士 來這邊的黃金海岸這個方向 好像是202和268都有的 有得坐的 那坐到這裡大概是2元 這樣的時間 大概就是十幾二十分鐘 就去到這裡的黃金海岸了 就是在前面的車站落車 就去到這裡了 那如果你坐京橋巴士 回到神力潭湯 大概就是70分鐘 那票價呢 京橋巴士票價是22元 那公共交通巴士是2元 那就204元就可以來到這個黃金海岸了 整個時間呢 大概就是一個半鐘左右 因為你從深圳過了神力潭湯 大概是70分鐘 再過來就多20分鐘 就是一個半鐘左右 就可以來到這個黃金海岸了 這個方式是最簡單方便的 同時都可以坐其他一個交通 同時我們都有 西湖出行 就是在關口那邊過了關之後 即時坐西湖出行 那到了哪個地方落車呢 就是到我們霞充的汽車下運總站那邊 旁邊的公交站落車 那落完車之後呢 你要回來這個黃金海岸呢 你就唯有打一部電車 那這個距離呢 非常之近的 打電車大概就是幾元 6、5、7元這樣 因為有些是特價電車 非常之便宜的 那再說回第三種交通方式 就是坐我們的高鐵 那高鐵的話呢 你可以在我們的西角龍坐 或者是過了關之外 在深圳北坐高鐵 到我們的衛陽站或者衛東南站 那這兩個站點呢 其實都是在我們這裡附近的 你到了衛陽站或者衛東南站之後 出了那個站點之後 可以打一部電車 回來我們這個可以長灘這裡的 那如果打電車的話 大概就是30分鐘 然後那個費用大概30元到40元上下 我們之前都有個業主打過電車的 那其實在大陸這邊打電車是非常之方便的 你在S那邊落單 即時就要截單 截你過來這邊的了 那再改完我們的交通 再改回我們這邊的配套 因為我們這邊是屬於我們的海宇床灘 蓋住的黃金海岸 整個一個黃金海岸的沙灘都可以享受到 這個一個沙灘海邊的配套 再改回生活配套 我們看到旁邊的海宇床灘樓下 就非常之多那些一些飯店啊 便利店啊一些超市啊都是有的 你在這個樓下吃東西呢 買東西都非常之方便 而且兩邊都是有一些那些海鮮大排檔 招呼朋友 或者是青春朋友過來玩啊 都是非常之方便的招呼他們 如果你的單位買完之後呢 不想自己過來住啊 你想交給酒店托管出租啊 都是非常之容易出租的 那再說回來 上一個呢 這邊還有一個非常之大的一個海鮮市場 那邊呢就有很多那些 海鮮啊肉粒啊瓜瓜蔬菜 最主要是海鮮 因為那邊是 我們這邊是蓋著海的嘛 那那邊就非常之多的那些 當地漁民打完回來的一些海鮮 放在那裡買的啦 非常之便宜 我們之前也拍過那邊的影片的 如果你一會兒 一會兒都會在這個視頻後面 加上一個那邊的一個 航拍和鏡頭 給大家了解這個海鮮市場 整個夏寵這邊的一個生活呢 都是非常之 慢生活態度 就是來這邊度假悠閒的 整個夏寵這邊都是原居民多些 那我們現在這個海 海與床灘這個單位呢 一座 就是旁邊這一座嘛 都是非常之近我們這個黃金海岸的 非常之舒服啦 那我們說了這麼多了 我們現在就上去看看這層樓的情況先 好好的 好吃的 天使便知時光去 懷緬過去 整套醉想到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單位的陽台 我們先看看這個單位的景點 景點是非常漂亮的 一旋望海的 我們樓下就是我們剛才的一個 在那個沙灘那邊的沙灘 這個黃金海岸的沙灘 一路過去 去到我們的小徑灣那邊 這個烏山小徑灣律道 過去就是小徑灣 對面那幾個路就是我們 剛才看到的一個 維港灣和維港半島 這個島嶼我們現在看到 可以有樣子走過去 不過現在可能 也有樣子走過去 但我們現在看到比較遠一點 另外這邊有那些泉水可以採泉水海 我們剛才也說過了 而且對面那是跨海大橋 過了那一條橋 這是這個橋 沒錯 就是這個 跨海大橋 過了橋 對面就是信聯溫 整個這個沙灘是屬於我們 霞沖的 霞沖這個黃金海岸旁邊的一個 歐元 我們現在在這一座 是我們最早期的 最早期是一線陶牌海景的 非常之漂亮的 這個單位是一個50個跡的 一個大套間 我們現在就即時看看這個單位的情況 我們從最開始的入庫那邊 看看 我們看到這個業主是 帶著家具加電 之前是做了托管的 現在呢 要拿出去賣了 就不要做托管了 交給酒店打你了 好 一打開來 非常之通風的 這個單位是非常之 光猛的 風很大 打開這個門 就非常之通風的 整個這個單位 難不對留了 那你如果想通風效果 記不記得呢 你去做一個沙灘門 我們之前旁邊有些業主 都是做了的 類似這樣做 都是非常之可以的 然後進來 我們看到這個門 就是一個 發展商交流的一個標準 一個沒有門來的 十五個門 然後 他業主換回一個 指紋 應該沒有指紋 密碼 和鎖匙 不知有沒有卡 有一個門卡的 三下一個門鎖 不過屏幕這邊 是有點 藍了 你到處換一個 大約八百元 一千元 門後面呢 有一個衣櫃 這個衣櫃呢 業主都沒有放自己的 那些東西的了 你到處要放一些 衣褲和皮 都放在這裡 OK的 好 再過來看看 我們進入門呢 我們的左手邊 就是廚房 右手邊 就是廁所位 這個廚房位呢 是一個 開房式的廚房 包含這邊 死餸 死碗 這個 這個小盆 然後這個位置 是放一個電磁爐 然後抽煙機 那個抽煙機 是全身的 不要用過的 然後呢 廚房旁邊 是放到一個 小小的 小的一個 雪櫃 你可以買回一個 大一點的 高一點的雪櫃 單開門那些 完全是夠位 可以放得下的了 再來看看 廁所這邊的 廁所空間 非常之大了 包含這邊的 一個 鏡櫃和洗手台 整個空間都是夠的 在這裡擦牙 洗臉 鏡櫃就 沒有放那些 可以影場式的擺東西 但在這邊的台上 可以放那些牙膏 牙刷那些東西 然後這邊是座廁 座廁 幫你弄好這個 熱水器 這個凌浴監 比較大一點 我們看看 凌浴監的空間 是非常之大的 一個 方形的 方形的凌浴監 其實來說 一個兩個 哇 其三個人都是可以的 想一下就可以了 兩個人完全是夠位的 不過這個門 就是有一點點 可能這個 這個位置 有一點點 三左授 可能要打一些油 就不會有這些聲音了 好 日後我們就是這個 休息區了 它是 沒有自己住的 所以它就不要弄過 沙發和餐桌的東西了 它是交給酒店打理的 所以就放了兩張牆 然後都是一米五左右的 然後兩個床頭櫃 整個屋子做的 是比較 偏度假feel的 因為它貼了牆子 我們看到 牆子貼了這些 藍色的 和海徑的 牆子 基本上 交給酒店打理的話 很多人不喜歡住在這邊 就可以 度假feel一樣 同時呢這邊都是做了這些 有這些 電視櫃 和一個 一個桌子 一個書桌 有時候你可以 寫一下字 或者拿個 電腦 做一下工作 都是可以的 而且主要是安裝了一個冷氣 美的冷氣 整個單位的場面保養 都算是比較好的 但是我們都看到 有些地方需要擲擲 這些地方場面 和電視櫃下面的場面 同時 在這個位置的場面 是需要 弄一下 我們剛才看到了 這個位置 全部折一折 大概就是 幾百元 不到一千元 全部 游一游就完成了 好 我們看到地板 用了這些 火木式的 地板磚 瓷磚 其實來講 看著都比較舒服 我們再出來 看一看 再說一下 兒子也是做了窗簾 都是度假式的窗簾 出來這邊就是 洋桌 這個洋桌 是一個長方形的洋桌 包括這個 鑰兒桌 放了兩張椅子 和一個桌子 平常應該是坐在這裏 這樣 看著海邊的沙灘邊上的景色 然後 喝了一杯茶 喝了一杯紅酒 是非常值得的 看到業主不要做 量衣架 放在減二的涼山的地方 到時候 要做量衣架 手搖式的 或者 電動的 都可以 然後這個位置 我們聽到的單位 是不要看到有死衣機的 因為 它不是自己住的 所以就不用死三副了 如果有自己住 買個死衣機放在這個位置 有電掣 有水龍頭 有地露 就可以放在這裏 整個單位 看出景都非常舒服 嗯 那整個單位 我們都看完了 就是現在的業主 是紅本在手 即是他交易的 全屋的家私家店 都是送給大家的 都不用寄作價錢 現在這個單位 的價錢 我們看看 現在這個單位的價錢 是35.8萬 樓價是35.8萬 還有稅和服務費 加起來 就是 稅和服務費 是14500左右 加起來 就全部是 37 7 萬 出途 多一點 就全部搞定了 我們看到 包括這個景 以及這個位置 50個方的 一個大套奸 你如果是不想自己住 都可以交給酒店打理 直接找那些酒店 拖廣酒店 跟他談 你的收益的分成 你一個月 所謂的錢 你一個月 一年都有 36日 可以自己回來住 好 再說回這個單位 可以做 按揭 按揭的話 你住那邊 要 加多一萬元 因為 樓價會加多一萬元 因為你按揭會 時間長一些 如果按揭的話 這個單位是 36.8萬 首期付 16.8萬 多二十萬 二十萬三十年 大約一個月 就是 1083 如果你交給酒店打理 你收回 1000元的 一個托管 回來的話 等於說 你不用付月工 酒店幫你 搞定月工 好 我們這層樓就 介紹完了 整個單位 其實保印的算是比較深正的 然後全部帶著家具家店 去做到拿包日住 如果你想自己住 可能你就要 搬走一張床 出去 留下一張就行了 你買回沙發 和茶几 就完全搞定了 其他東西都有了 最主要還要買回死機 如果你不是自己住 就不用弄了 就這樣交給酒店 是完全OK的 好 今天我們這個單位就介紹完了 如果粉絲朋友對這個單位 比較緊憑 通過我們視頻上方的 數碼 數碼 添加我們的Witcher 或者WhatsApp 或者通過視頻下方的鏈子 點擊我們的鏈子 跳轉到我們的WhatsApp 私訊我們 我們會給回一些 這個單位最新的 一手資訊給大家 如果粉絲朋友對其他的一些單位 比較緊張 都會私訊我們 或者我們之前有拍過的 那些 一期二期三期的單位 或者維港灣 和維港半島的單位 都會私訊我們 或者霞充這邊的 泡沫海和華好海源灣的單位 都可以私訊我們 我們之前也有拍過這邊的影片 好 那我們除了 這些單位 如果我們粉絲要過來看樓 都會提前一點 約我們 我們每天都要 出車去關口附近 接大家過來 車子車送 還包餐 我們全部 整個 一條龍的服務 給大家 好 今天這個單位的情況 就介紹完了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